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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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吐下泻 还拉血啊 我那个乖乖的 你吓死我得了 咱现在带着马总赶紧去医院啊 叫你一辆呼啦啦 带着我俩去医院 金人头还可以 就怕他吃进去一握 可就玩犊子了 尝到划破 那是要狗命的大事 跟马总坐呼啦啦啦啊 我陪着他一块在车厢里面坐着呢 因为他自己躁动不安 到了啊 到了啊 现在往医院跑得可勤了 俩这两天 拿的有点多 而且 那些 拿的念墨都拿出来 今天分享拿血了 就是那个拿石里面 念墨里面带血颠 嗯 我在想他是不是吃什么东西了 有没有跟他排在里面拍他一样 有没有遗物 咱先到影像室给马总拍个片子啊 看他肚子里有没有乱吃东西 有没有杂物 走走走 给马桶拍片子 现在我跟马桶在等拍片子的结果 这期间马桶还不老实 招貌都狗的 不是想跟小猫玩 就是想跟别人去玩 哎 拿的没办法 情况不妙兄弟们 大夫说在马桶的肚子里面 发现一个圆球状的一个东西 属于低密度的 所以他在问我家里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他会吃到肚子里面 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需要大夫摸一下马桶的肚子 再给他摸一下 确定一下到底是个肚子 现在呢大夫需要抽一个大便啊 从马桶的菊花的地方抽一个大便样品 再检测一下才能够下最后的定论 接下来马桶就遭罪了啊 特别反抗 因为你看大夫拿了个针管 针管上上端呢是一个软管 上面是液体 他需要通过马桶的菊花 然后把那个管塞进他的屁眼里面 然后把这个液体打到打进去 再抽出来 等于这样的话 才能把这个大便样品很好的给这个抽出来 检测的话才会查的更准确一点 马桶现在一脸生无可恋的 还在滴口水我那个去 还好整个抽大便的过程当中啊 他一声没叫 兄弟们我们那个检查 好好好 兄弟们我们那个检查结果出来了啊 马桶属于极限肠胃炎 好好好 肚子里面没有 没有吃不大的衣物 只有些碎骨头 然后呢开了点药 一是吃拉肚子呀 二是给他消炎的 然后今天给马桶看病 又是256大洋 这家伙上次来医院看病 这地儿还没完全好的 又来一趟一月 太坑了 是不是马桶 坑不坑 坑不坑 你还叫唤你还叫唤你叫啥 叫啥 啥啥 走回家吧 好吧 带他回家回去赶紧跟大黄报个平安 啊 哎呀 走